大家好,继续扯闲片啊 昨儿个讲了说这个包子迪的七十大寿 他的亲闺女儿,习敏泽,现场突然就是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三口九百,珊瑚万岁,爹地你是我的万岁,是不是 祝你活一万岁,让苍天再给你五百年 包子迪很高兴,微笑着对习敏泽说 哎呀,宝贝啊,用了一个现代词啊,宝贝,贫身,是吧 结果呢,宝贝没有贫身 其他的所有的太监,所有的乌龟网巴烂都跪下了啊 伤乎万十五江,现场是好不热闹 所以这个故事呢,昨天呢,很多人都说 绝对是真家伙啊,不是我们造谣传谣 绝对可靠消息,现场就是这么嗨 哎呀,习近平把这个戏做到这一步啊 你如果是他们那个高层的一碗的话 你不贵,说明你真是不正确 你不贵,说明你上升的空间不大,你必须贵,是不是 但是问题是,谁带头贵呢? 这才是一个问题是不是,毕竟现在是2023年 这个贵皇上好像不大妥,是不是 毛泽东当年都没有人贵,那必须有人带头 那谁带头呢?你想想吧 之前没有安排这么一个牛逼轰轰的环节 也就是说,之前所有的太监都没打算下跪 为什么突然有人下跪呢?哎呦,我急死我了 然后从北京传来的可靠的下水道的消息啊 就把这个事情讲得很清楚了 当然呢,就是西敏泽下跪 问题是西敏泽为什么要下跪呢? 他好脚着也是美国的这个念过这个美国的民主自由大学的这么一个人 好歹也是一个博士,开玩笑啊 为什么要跪呢?哎,是有原因的 什么原因呢?说这个现场吧 能够到这个西包子的70大寿的现场的人 都是牛逼轰轰的中国最高级的这个贵族啊 红色贵族啊,基本上就是就是两种人吧 一个是生习近平的人 这只有一个人就是他妈是不是 第二个是习近平生的人,叫他女儿是吧 第三个就是习近平的太监 那就这么三种人,其他人都靠不了边是吧 那习近平的太监我们都知道,那就那几个人呗 就政治局的委员,常委,就这么几个人 生日不可能搞特别大的场面吧 那生习近平的人就一个人嘛 那还有一个人就习近平生的人 习近平生的人,那肯定有两种人吧 一个是习近平跟彭丽媛生的人 第二个是习近平和别的女人生的人 习近平自己又从菊花里面生不出孩子出来 所以中国还是有点尝试的啊 习近平再怎么坏 他也不可能说我是一个LGBTQ 我把自己的吊吊割了 然后我宣布自己怀孕了 然后我是那个小习近平 不可能搞这个事情 美国他就可以搞这个事情 美国最近这两天出现了好多这样的图片 两个男的都把这个吊吊割了 因为他们都同性恋嘛是吧 把牙签割了 完了以后呢,过了一段时间 就出现了一个巨牛逼的很嗨的照片 其中一个男的就肚子大了 哎,怀孕了 所以人类社会的必须通过性交 必须通过受精卵 必须通过子宫 来怀孕的这一套科学的尝试 和尝试的科学就不再重要了 在人类强大的 在美国强大的LGBTQ文化的推动下 这个人类终于创造了奇迹 所以我说过美国的事情呢 比中国的事情更糟糕 我们都知道这个美国啊 中国啊,过去的时候文革稿的时候叫什么 叫做钱远森经过科学的研究 证明毛主席所说的这个 粮食母产两万斤 这是一个靠谱的事实 它靠的是光和作用 是吧 说的是头有鼻子有眼的 毛泽东是一个农民的儿子 他也相信了钱远森的话 他的名言就是相信科学家的 一抹天就能够产两万斤粮食 我告诉你啊 这种粮食的两万斤的荒诞的故事 远远赶不上今天美国的这个 男人可以怀孕生孩子的故事 这才是真正人的时候最可怕的事情 所以呢我们说天天嘲笑这个西包子 嘲笑这些那些 他基本上都还是在尝试的范围以内 在作恶是真的 这个东西有一句说一句 比如说西敏泽为什么下跪 这是中国人的传统啊 这是一个人九五之尊 他权力顶天之后 所有人都会习惯性的就双双腿打哆嗦 然后膝盖就弯曲的这种叫常识 在至少是中国人的常识是不是 你要想把这种中国人的习惯 或者常识把它干掉 那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说西敏泽下跪了 这是常识之一 他爹当那么大的官 九五之尊天子 是不是那绝对下跪 那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在场的 除了西敏泽这样一个清闺女之外 还有好几个私生子 习比习近平跟别的女人认出来的 而且都是男孩也在场 搞得西敏泽很不高兴 怒火冲天 本来这个江山以后是西敏泽来接的 结果出现了一个私生子 这怎么得了 这问题就大了 所以现在听到的说法 是西敏泽本来并没有安排他 当着全体太监的面下跪的这么一个高潮 这么一个环节 是西敏泽自己突然决定 啊 板着他那一张粉脸啊 怒目这个西包子和彭丽丸啊 然后呢 就这个突然就扑通就下跪了 是这么一个情况 就谁先下跪 谁才是真正的接班人 就这么一个词 那以后中国的西敏泽呢 绝对是接班人 那不可能有别的人的 而且这个他们说西包子 早就已经吸取了毛主席的教训 是不是 毛主席当年毛岸英死了 毛岸英是个傻叉 是不是 他非得把他权利交给他老婆 因为他老婆得罪人太多了 他老婆从延安的时候 就这么一路得罪过来 把中共的缘了 我们的个个都得罪完了 你怎么能把你的权利交给自己的老婆呢 是不是 所以呢 他是毛泽东当年是双管齐下 把这个权利交给他老婆和他私生子 华高峰是毛泽东私生子嘛 这样老婆加私生子联盟 这一定是所向无敌 你这个不对的啊 私生子呢 是名不正式 远不顺 老婆呢 祭冤太深 是吧 如果他老婆没有得罪那么多人 倒是还可以 关于江青这个人 他年轻的时候是个美女 是不是 做人的太高调 一张嘴巴管不住 把人都得罪光了 所以呢 不行 所以有人就说 如果当年毛泽东 他选了一个自己的闺女 亲闺女 来接班的话 应该是没什么问题 因为他的亲闺女都比较 比较乖巧 是不是 也没有得罪什么人 说不定那个时候 毛尸天下就把这个皇上的位置 就接过来了 其他的人也不敢怎么的 毕竟那些个亲闺女 没有整人是不是 比如什么 江青的几个孩子 还有以前赫子珍生的孩子 还有毛岸阴生的孩子 是不是 都有可能啊 女儿也可以接班的呀 为什么女儿就不可以接班呢 所以基于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有人现在就在这个西敏泽和他的私生子之间做选择 有的人呢支持以后西敏泽接班 有的人呢支持呢私生子接班 双方形成的一个什么敌对的这么一个阵营 背后的二三十个太监的各自站队 有这么一个情况 形成了土工中国的高层的巨大的政治的内斗的主旋律 说这个事情出现以后呢 现在中南海的人都知道这个事情 到底怎么办 大家都两手一摊 没办法 各自有都选边站队嘛 是不是 因为细胞子也70岁了 身体也不太好 总不要死的咯 那以后怎么办呢 说到说王沪林也下跪了 下跪完以后回去呢就特别的难受 特别的越想越不对 因为细胞子不能失败啊 细胞子的家族政治也不能失败 细胞子一失败 王沪林绝对是要住九族的啊 王沪林这家伙绝对是所有人都要把他给撕了吃了 包括他小老婆 包括他孩子全都给他撕了 中国最坏的就是就是奸臣当道嘛 是不是中国社会他就一直都是这样子嘛 不反皇帝但是反贪官是吧 不反皇上不反天子但是反太监 王沪林是导致中国开刀车的罪亏活手没有之一啊 就是他一个人 是吧 所以这个王沪林回去以后越想越不舒服 就给细胞子写了一封信叫上书是吧 说这个中国呀我们的共产主义的国家 我们的习近平新时代特色特别色的社会主义强国 应该不会出现所谓的俄罗斯的处子判断啊 没有的事情 但是呢极有可能大概率层面 极有可能出现这个公主和四孙子的决战 这就麻烦了 是不是 因为公主和四孙子的决战 他有一个基本的逻辑前提 就是两方面都不反习近平 大家都效忠习近平 这个时候作为皇上的习近平就麻烦了 他到底是支持习近平 习近平泽了还是支持他认出来的那些男孩呢 这个局很难选择 所以呢两边都是手心手背都是肉 你说怎么办吧 所以这个时候两边就疯狂的厮杀 但是呢大家都不反皇上都不反天子 所以中国就会陷入大乱了 这才是真正的大乱 而且是具有中国特色特别色的这个什么历史传统的啊 中国历史传统好多时候之所以改朝换代 都是皇帝身边的亲人出现的乱搞是吧 都是自己人咬自己人 这才是能够干掉土工中国的布尔法门 所以王沪宁博览全书嘛熟读历史嘛 还熟读西方的政治学嘛 啊 所以王沪宁准确的看到了土工中国的最大的这个危机 就赶紧上书习近平啊 告诉习主席 应该不会有处子的判断 但是呢要警惕公主与私生子的大决战 现在呢习近平的亲闺女西敏泽呢到底是个什么人 她是个非常非常强势的 她的身上有这个有这个彭丽媛的美丽加上细胞子的坠肉 是吧 有这个习近平的凶狠残酷 也有这个彭丽媛的这个什么狡猾啊 什么都有了啊 你说彭丽媛多狡猾 明明知道自己老公到处断着牙签到处搞无所谓 是不是能够当国模就行 习敏泽这个人加上受过很好的教育啊 所以他是绝对是感觉自己天坚强大人于四人业的 觉得中国以后是他的 他能带领中国走向胜利从胜利走向胜利 所以这些这些个私生子肯定在某种意义上应该不是习敏泽的对手 你看习敏泽这个人他们说很多个人曝光习敏泽的照片 曝光习敏泽的真实的身份资料 一个一个现在的坟头都冒烟了都死了 是不是不死也在盘无期 这不是习近平搞的也不是彭丽媛搞的 而是习敏泽亲自领导亲自指挥的 这个女人可凶狠啊 有点意思吧 谢谢